賴貼圖傳出宜蘭博安醫院送來一個確診 還有人轉傳某某醫院也確診 嘉義基督教醫院也出現 鐵文表示有確診案例 弄得所有民眾人心惶惶 更有人把新聞連結東西篡改轉傳成假消息 嫌犯說他在網路上看到了這個截圖 確診的民眾還到處來趴趴走 因此要提醒朋友才想說來篡改轉傳訊息 沒想到因此處罰 群主PO出說有人第一次被誤診到被隔離 卻到處趴趴走 要大家要小心 這名男子現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說 一名行政人員在確診前被誤診沒有事 所以還去南部三天的訊息 他一時害怕就篡改了消息 轉傳群主沒有想到被設違法法辦 他是想要他看到這則新聞 然後要提醒相關群主的朋友 要注意有這樣的狀況 刑事局從上個月23號接獲通報並成立窗口 接獲了疾管署以及衛生單位通報 截至這個月的18號開始 散布有關肺炎不實的假訊息案件 一共就有78件 而偵查處理中的就有34件 疑心被移送的有44件65個人 警方一開始會接受民眾的檢舉 在一一透過群主裡的名單一一來清查 來進一步逮人 而這一次還是教育單位的行政人員被逮 提醒不論是自行加工貼文還是以而傳而 轉貼文章都會觸法 千萬別引起恐慌 惹來麻煩 接 中央報導